这是宝鸡凤翔出土的石骨 上面镌刻着中国最古老的诗文 里面有大量勤人狩猎 饮艳 歌咏的内容 在这些斑驳的文字中 我们可以追溯生活在古老庸城的一个人 这民族的青葱岁月 我狩猎的战车打造好了 我的驾马也聚集齐了 车装饰得漂漂亮亮 马养得肥肥壮壮 狩猎的人数也数不清 惊奇在风中烈烈飞扬 奔驰的鸟兽都是我们狩猎的对象 在建立庸城后的几十年间 秦国领土不断扩张 向东几乎占据整个关中平原 秦深于春秋五霸之一 因马黄河东进中原 是这时期秦人最大的梦想 但是到了秦景宫执政时期 秦国进军的脚步却开始停顿下来 秦景宫统治秦国长达四十年 是春秋中后期秦国执政时间 最长的一位国君 史料记载 他也算是秦缅之君 但秦国在这一历史时期 取得的成就法善可陈 秦景宫是秦目宫之后 较有作为的一位君主 当时挡住秦人 进军附属中原的是强大的晋国 为了对付晋国 秦景宫与楚国结盟 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楚王 结为殷亲 秦楚联军战败了晋国宋国 使原本归附于晋国的郑宋等国家 归附于楚国 秦景宫十八年 秦国打败了晋国领导的 大小十三国组成的联军 这在历史上称作千言之战 不过总的来说 秦国当时的国力 还无法与晋国全面抗衡 处于弱势地位 公元一九七八年 在宝基陈仓区的太宫庙区 出土了数件精美的青铜器 这是博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的乐器 是从中发展来的形式 一般气形较大 上方无长柄 却有扁环或兽形钮 中口平坦 将其悬挂 以锤扣机而名 整个造型 华丽典雅 庄重而神秘 从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中 我们不难发现 此时秦国对中原礼乐文化 已经从昔日的仰慕模仿 到全盘吸收 甚至几乎后来居上了 但是秦人对于四五的学习 都是基于对国家发展的利益考虑 以实用为主 秦木工发现礼乐制度 在中原已经开始崩坏 黄河以东的国家 没有依靠礼乐制度 得到英语的发展 而他 也发现仅仅依靠礼乐 秦人根本无法战胜西部的强陵 游牧民族犬荣 永远无法超越关东六国 公元前五百三十七年 秦景宫去世 在陕西凤乡 考古挖掘的秦宫一号大墓 就是秦景宫的归零之所 深大二十四米的墓穴周围 整齐摆放着一百八十六具墓棺 没有史料记载 这些陪葬者的身份 但据专家推测 陪葬者一定有秦景宫的爱将和良才 古人誓死如是生 秦景宫将自己最亲近 最信赖的人一起带入坟墓之中 也将秦国的禁取与荣耀 一同埋入地下 秦景宫死时 以大批活人殉葬 这是一种极其野蛮落后的丧葬习俗 当时东方各国已经越来越淡化 人殉色彩 奴隶制渐渐衰落 新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 但秦国贵族仍以人训的数量 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大量秦壮年劳力被杀死 从而也影响到国家的发展 文明的进步 雍城作为一座壮丽的王城 在秦景宫时代 就像他的牧丧规模一样 都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然而巅峰过后 随着秦景宫的逝去 那种奋发向上 锐意进取的精神 也逐渐消亡 秦人沉醉于昔日的荣耀之中 一百九十多年里 碌碌无为 井宫之后的 哀宫 惠宫 道宫等九位君主 先后继位 最短的在位仅仅四年 君臣失败 多次出现宫廷政变 频繁更换君主 国势日衰 民生紧迫 事无斗志 由于秦国的奴隶制经济 发展缓慢 国力长期处于疲弱状态 在与强国的争夺中 败多胜少 公元前三百八十九年的 殷晋之战中 吴齐以五万卫军 击败了五十万秦军 让以吴勇著秦人 成为天下的孝兵 为秦交锋三十年 秦人不仅失去了 护卫家园的屏障 韩谷关 还失去了黄河西岸 五百多里土地 整个秦国 被压缩到华山以西的 狭长地带 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下 秦国即进亡国 魏国子所以强大 是因为率先变法 先有李亏 后有吴齐变法 吴齐后来又到楚国变法 是楚强大起来 生不害在韩国变法 是韩强大起来 齐国仍有管仲变法 这些变法 共同点就是打破贵族世袭 举贤电能 给社会各阶层 提供上升的通道 同时改革 适应于经济发展制度 所以东方六国的实力 都提升得很快 当东方六国纷纷废奴受田的时候 秦都雍城 居然还是当时天下最大的奴隶市场 收救贵族势力 占据的雍城 早年秦人的开拓进取精神 退化为交涉淫逸和愚昧落后 百姓汉勇 私斗成风 据史记记载 这时的秦国 连参与中原国家会盟的资格都没有 被视为荣敌之国